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二叉数的便利 在我们二叉数这个知识点里面呢我们一般的二叉数的便利呢我们一般的考点是什么呢? 二叉数便利的非地规算法 好的 地规算法的话呢它虽然简洁但是一般而言呢它的执行效率不高 因此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地规算法转化为非地规算法 对二叉数 便利操作的非地规算法的实现呢我们可以仿照地规算法执行过程 它的工 它的这个什么呢工作站的状态 变化来得到 我们的这个二叉数的便利 它分为什么呢 它分为前序便利中序便利和后序便利 前序便利 前序便利 中序便利 和后序便利 好的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 前序便利的 非地规算法 二叉数 二叉数前序 便利非地规算法的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在前序便利过程当中 前序便利过 某节点的 整个 左子数后 如何找到该节点的 右子数的 根指针 这是它的关键 我们分析 二叉数 前序便利的执行过程 可以看出 就是在这个 访问完 该节点后 应该将该节点的指针 保存在站当中 以便以后能够通过它 找到该节点的 右子数 一般的来说呢 在前序 便利当中 我们 要设 要便利 二叉数的根节点为 BT 可能有两种情况 如果BT为那拉 是一种情况 BT不为那拉 是一种 一种情况 如果BT不等于那拉的话呢 则表明当前的二叉数 不空 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输出 该节点 BT的值 并且呢将 BT保存到站当中 准备继续便利 BT的 左子数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的BT 等于那拉的时候呢 则表明什么呢 以BT为 根 指针的二叉数便利完毕 并且呢 BT 它是站顶 指针 所指节点的 左子数 如果站不空的话呢 则应该什么呢 根据站顶指针 所指的节点 找到 在便利右子数的 根指针 并负于BT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呃就是我们二叉数 前序便利 非低估算法 的实现 二叉数 前序 便利 负低估算法 template class 这条type 我们也是呢用这个模板来进行这个实现 函数 它是模板函数 void是返回之类型 然后呢函数名 b tree 参数类型 data type 这是我们的这个 类当中呢 它引述这个什么呢 啊 preorder preorder b node 什么呢 data type 乘上一个 乘上一个 bt 星bt 它是一个这个指针 ok 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preorder 这个里面呢 首先呢我们是采用这个顺序站 采用 顺序站 并且呢 假定 不会发生 上亿 然后top呢等于 -1 然后呢是两个条件都不成立 才退出循环 well bt 不等于那了 或者说是 top 不等于-1 我们这个top呢我们可以这个定义成 硬朗性的这个top ok 然后呢 well 循环条件里面呢我们再继续来一个循环 well bt 不等于 n 了 则 cout bbt bt gendator sgatop 等于bt 这是什么呢 将指针 bt 入战 指针 bt 入战 然后呢 设置个bt呢 等于 bt间 rchild ok 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我们需要来判断 if什么呢 top不等于-1 if top不等于-1 这是我们的这个 占非空 占非空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bt呢 等于 s top- 拦减 bt 等于 bt g rchild 这就便利到他的 柚子数了 先便利他的左子数再便利他的柚子数 ok 这个呢就是说它是我们的这个 呃 二叉数前序便利非低个算法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 二叉数的这个中序便利和后序便利他的这个算法呢 呃我们 接下来继续来进行这个 讲解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 中序算法 二叉数 二叉数 中序便利 非低位 算法 template class data size data type 反复之类型为void b tree data type 以order b node data type 的一个指针变量 bt 我们也是一样 首先呢我们也是采用 顺序站 并且呢假定不会发生一出 采用 顺序站 并且 假定 不会发出 发生 商议 定义 印刷型的 top 等于 等于负一 然后呢是两个条件都不成立才退出 循环 就是进行 well循环来便利 bt不等于 那 或者top 不等于负一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循环 首先呢我们是将 这个 第二层循环 来写入 well bt不等于什么呢 那了 则将根指针 bt入战 s加加加 top 等于什么呢 等于bt bt bt往后走 继续走他的 左子数 bt间 l chill的 如果左子数完了之后呢退出 里面这层循环 我们就判断他的右子数是否存在 if top不等于负一 数不为空 就占非空 则 bt 等于 s top 减减 就是返回上一层 然后呢就cout什么呢 root 减data 在bt 等于 bt 间 rchill的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二叉数中续 便利 非低规算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解就是二叉数的 后续非低 非低规算法 二叉数 后续 便利 非低规算法 后续便利和前续便利和中续便利 它不同 在后续便利过程当中呢 节点要 入两次战 初两次战 这两种情况的含义呢 与处理方法呢 首先第一次出战呢是什么呢 只便利 只便利完 左子数 右子数稍微便利 在该节点 不出战 利用站顶节点找到它的 右子数 准备便利它的右子数 然后第2次出战什么呢 呃是便利完右子数 将该节点出战 并且呢 访问他 他是有 两次 入战 两次 出战 两次 出战 入战 两次 出战 好的 呃 呃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现二查数 后续便利的非低谷算法的尾代码 为代码 好的 首先呢 第一个呢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是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是2.1 循环体里面 我们判断 当 Bt Bt 飞空时循环 飞空时 继续循环 继续循环 我们就循环到2.1.1 首先他第2次循环的里面一行呢是什么呢是第1行是将Bt 将Bt 连同标志 连同标志 flag 等于1 入战 这是 第1步 第2步呢 2.1.2 第2步什么呢 是继续便利 继续便利 Bt 左子数 OK 这是 然后呢 他的这个循环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来判断 进入第2.2了 判断什么呢 当 占 S 飞空 而且呢 占定元素 的 标志 为2 10 则出站 并且呢 输出 站顶节点 并且输出 并且输出 站顶节点 好的 这是2.2 然后呢 我们来看2.3 就是 最后 我们要处理的一些东西 如果占 非空 如果占非空 则将什么呢 占顶元素 的标志 改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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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便利 占顶节点的 占顶节点的 幼子数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尾代码呢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 总共呢是大气的我们分为两步 第一步呢是站S的出入化 第二步呢是循环 10到B7为空 而且占为空 这是 二的循环 二的循环里面的包括一个 2.1循环 以及呢 2.2的判断 最后呢 也是来 判断 好的 关于我们的这个二叉数 便利的非低个算法呢 我们这期课呢就介绍到这里 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本节课的作业 所以 因为我们 刚开始呢给大家 写了我们的这个二叉数 前序便利 中序便利的 Ci加实现代码 我们 以及呢我们 进行了我们这个二叉数后续便利的 尾代码 所以呢我们 就是 根据 二叉数 后续便利的 尾代码 以及 二叉数 前序 便利的 Ci加 代码 实现 二叉数 便利的 二叉数后续便利 后续便利的什么呢 Ci加 实现代码 好的 呃这个呢是我们本节课 呃所讲解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